在2020年疫情期間 我想大家都經驗了一些不容易的時間 我們也是 其實平時暑假期間是我們的黃金時期 特別是我們做夏天露營 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每年暑假都有八八至一千個 三至十二歲的小朋友參加我們的活動 還記得2020年的暑假 因為當時是第三波 我們從一千到九個人 其實這也是非常大的打擊 對於公司 我和先生Jeffrey當時想 怎麼辦呢 沒有了一些實體活動 而我們最重要的是一些實體活動 並且是暑假的時候 都沉澱了一段時間 就發覺不行 我們不可以這樣坐著 沒有事做 我們亦都開始拍一些YouTube頻道 將這些遊戲的想法 繼續跟學校和家長分享 並且在2021年開始 我們就有少許轉型 想想不如我們去創作一些產品 一些board game 其中這一個也是的 在過程裏面 我們都用了另外十個月來研發 我們就發覺 其實雖然在疫情期間 有很多困難 但我們就立即放下了一些以往 覺得是很賺錢的活動 或者未必是繼續可以用那個方法去營運的時候 就轉向有甚麼方法 大家都困在家裡了 但其實大家很需要玩 大家都是繼續很需要去發展一些社交的情況 或者是一些學習都不可以停的 所以這個board game 反而就令到我們走出一條血路 殺出一個血路 或者是讓到我們的公司 是一個轉型 慢慢就將這些board game 進入到幼稚園 教會 並且在家裡 我們都發現 其實在疫情期間 其實都知道很多不同的工種 不同的人 其實都很不容易 很難去 好像平時這樣正常 我們經常都說有些新的常態 但在新常態裡面 我們就選擇了 用一個正面積極的態度 來去面對 並且都希望鼓勵到身邊的人 你以往做的事情 可能很厲害 或者都是很好 但是當有些新常態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想一下 轉下一個方法 去成為一些新的產品 新的一些方式去繼續營運 我們就將一些 行常的 offline的活動 變成board game 我們又出了一些品格的遊戲套裝 亦都有一些音樂的遊戲套裝 希望讓小朋友 可以邊玩邊學品格 邊玩邊學音樂 希望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在你的工作裡面 怎樣可以去放下 以往的舊有的思想 或者是有些新的突破 擺一些新的點子去做得更加好 為 provider 幫人家做得更加好 跟他們做得更加好 可樂 那些真一記得 可以在你當中的